有人说 潮州肉骨茶就是 白的 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如果你来到了新山 新山早期就是有小汕头之称 潮州人的天下 新山的肉骨茶很多就是潮州式的肉骨茶 我从小吃的新山 潮州式的肉骨茶都是 其实肉骨茶就是酱油 那个黑色的味道 就是很明显的 所以新山的肉骨茶 就算它是潮州式肉骨茶 也是黑的 还有一个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有机会 欢迎你们到印尼 这个料类的当中冰浪 那边呢 聚了很多潮州人 你去吃它的潮州式肉骨茶 汤头也是黑的 黑色的 很好吃哦 我跟你讲 非常的好吃 然后只是 潮州式肉骨茶跟福建式肉骨茶 虽然都是黑的 有什么不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 潮州料理跟福建料理的精髓的问题 潮州料理强调的要吃原汁原味 所以他们要吃的是肉骨的鲜味跟原味 他们在熬煮这个肉骨茶汤的时候呢 茶汤虽然是黑的 但是茶汤比较强调 清清澈的清 它的药材味没有这么浓 不会盖过肉骨的原有的鲜味 所以他们想吃肉骨的味道 但是反观我们看这个 巴生福建的肉骨茶 它的各种药材的味道很浓重 然后你吃起来 哇 药材味 哦 很好啊 很浓郁 挖挖啊 你喜欢这种浓的 你就吃巴生的肉骨茶咯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